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10月6日星期二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跟中国基本上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呢,他们美国内部的斗争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 他们的一些标准呢,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自相矛盾的一些双标 这件事情,那具体来说呢,为什么会引起来我说这个事情呢 是因为有一个具体的事,那就是呢,英国呀 他们生产的警察用的一些武器,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那个盾牌呀,圆形的那个盾牌 那个盾牌呢,它叫Scorpion Scorpion就是那种蝎子 它那个品牌的名字啊,叫蝎子 那它也有那个logo,就是它品牌的那个商标 它这个盾牌呢,英国是说,知道这盾牌是给警察用的 是给国内的这个执法用的 但是呢,不能用于镇压国内的民众 不能用于这个 那我们就知道哈,其实 他们西方的这个国家呢 他们实行的这种民主啊 它是一定要有两党 甚至多党 有执政党,有在野党 有执政党,有反对党 它是这么一个设计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使得它本身呢,它必然的会产生这种两党之间的斗争的一个无底线化 无道德化 失去它的正义 失去它原本它所追求的那种公平啊,正义啊,代表民众啊 民主就代表民众嘛 到最后呢,就成了他们之间争权夺利 为了争权夺利 互相攻击 互相斗争的这么一个态势 这是他们的必然的 那么我们从今年美国的这个大选呢 我们就能越来越清楚的能够看出来 之前呢,其实美国已经是撕裂了 分裂呢,非常的严重 川普上台以后呢 因为川普这个人 他更加的无底线 他作为一个商人呢 他为了达到目的 他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那以前的他们那些专业搞政治的呢 有时候他们还会维持一个默契 维持一个那种潜规则 斗而不破那样的 但是川普呢 他就是毫无底线 他这人呢 做事情的就拉仇恨 搞分裂 挑动 鼓动 煽动 这样一来呢 使美国的这个社会撕裂呢 是更加的严重 因为是国内内部矛盾 反映出来呢 就是一个警察了 那警察呢 就成为了一个执政党的一个打手 而不是一个维护人民利益 维护和平 维护社会治安 造成社会和谐的一个手段 他失去了他原本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看到 美国呢 在今年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这种反种族歧视的 抗议示威的过程当中呢 美国的警察他做出来的一些 失去人性 压制民众 一些残酷的手段 维护他的统治者 你比如说川普呢 他就是去那个教堂啊 去拍个照片 他就显示出来了 他那种执政者的那种蛮横 那就事先派警察去清场 你要是中国的话呢 他就会跟老百姓呢 好好讲道理 对吧 不是 他们去了以后呢 那些在那和平示威的人 都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警察直接就扔这个催泪袋 他这块说 有人我想让你走 他直接就扔一个催泪袋 就给你驱散你 而不是劝走 而是驱散 就是他们之间的成了一个对立的一个关系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这个手里拿着一个盾牌呢 是经常会用于拿着 就去砍那些一个示威者 有的时候呢 他们根本就是一些和平的示威者 没有什么武力的动作 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呢 警察是施暴者 这个事呢 因为美国的这些民众呢 他在国内 这个问题呢 已经是解决起来 是很无力的 说你声讨警察 对不对 现在民主党呢 是有一点主张说 警察应该肃清自己的队伍 应该进行改革 应该进行调整 但是他是在野党啊 那川普还派出来各种的执法队伍 他们的手段呢 其实都差不多 那媒体呢 都会受到他们的野蛮对待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民众就会求助于外来的力量 他们求助于哪个力量呢 就是他们用的那些个盾牌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那些 也是用的英国的 反正那个盾牌呢 因为那个上面有那个logo 有那个商标 我就老想不起来商标这个词 这个logo和商标 我就老是对不起来 他上面有商标 是最明显的 他们就要求这个英国政府来干涉 来谴责美国的警察 来制裁他们 不卖给他们这些个警察的这些个用具 那英国就说了 英国就是说呢 我们没有经过调查 没有发现美国警察 用英国造的这些盾牌啊 用于他们所不主张的那些行为 然后呢 这些媒体呢 就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调查团队 这个调查团队呢 就说你英国你就说 你这个不能用于什么吧 他们就说呢 不能用于内部镇压 然后你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内部镇压 然后英国的解释呢 就是内部镇压呢 就是用于和平的 本来那些示威者呢 是和平示威的 然后呢 警察用这些个武器 这些工具 这是一个示例 这是一个例子 那另外呢 记者呢 是进行报道的 你这些警察的这些工具呢 不能用于这些记者 还有呢 就是那些老弱病残 老弱病残 他们就是已经是没有力量来反抗 然后你这些呢 也不能用于他们 反正就举这么三方面的例子 好 就这三方面的例子呢 美国这个媒体啊 一个联合团队就进行调查 结果呢 昨天他们调查完了 拿出来一个报告 然后就拿出来好多的那个视频啊 图片呢 作为证据 就交给英国 现在就要求英国呢 对美国进行制裁 这些证据里面呢 我刚才也已经说了哈 这些视频啊 图片里面啊 其中就有一个67岁的一个老人 他还抗主着拐杖行动呢 他行动都不变 都被那警察给打倒在地 好 这是一个证据 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呢 就是朝着那个记者 拿着个盾牌呢 去打那个记者 然后这也是一类证据 还有证据呢 就是他们在那和平的 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哈 川普要去那个教堂那儿去照相 结果呢 他们来了以后就很粗暴的对待 因为一开始没有警察嘛 那些人就是在那和平的 示威的 静坐啊什么的 就跟那和平的 反正是 然后来了以后是警察 然后挑起来 那上来就喷 好像还喷水 还是扔催泪弹啊 又有点急了 然后也拿着盾牌 打那些民众啊什么的 就是这三方面 英国你不是说 你这三方面吗 好 那这些媒体的联合调查团队呢 昨天这个报告就出来了 现在已经是交给了英国 要求英国呢 对美国进行制裁 我不知道下一步呢 他们美国的 他们会不会打着英国的旗 到英国驻美国的大使馆 前面去示威 反正是呢 美国现在非常非常的撕裂 我们就慢慢的吧 你就有热闹看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